最近科技圈最火的一定是人工智能ChatGPT 全球众多爱好者为之疯狂 但是现在使用问答的方式 并不能方便地融入到我们的自动化工作流程 对于各种AI功能炫技来说 我更在意的是 如何让这些人工智能实实在在地为我们服务 最好的是 让AI成为我们工作流程 可以自动化执行的一部分 那么来看看我继承AI功能的自动化方案吧 我实现了文档中记录的内容 自动翻译成英文 文档中的内容 自动提取简介和关键词 文档中保存的图片 自动检索图片中商品的购买链接等等 我的方案是使用极简云 原因是它支持非常多的AI工具 打开官网 点击AI人工智能分类 可以看到非常多AI应用 点击应用可以看到它可以实现的功能 比如使用这个内容分析 就可以实现文章关键字提取和文章的摘要生成 使用京东AI 我们可以实现通过图片来查询商品购买链接 把AI工具和其他工具进行结合 可以实现近乎无限的复杂自动化功能 接下来我和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实现自动翻译文档的功能 首先我们在飞书上冲建一个表格 第一列设为中文 第二列我们用来存储翻译的英文 然后我们在极简云上冲建自己的流程 第一步选择原文档应用 触发动作选择当有新记录更新时 选择已经授权的飞书文档账号 选择对应的数据表 选择需要翻译的中文字段 保存进入下一步 第二步选择翻译应用 选择文本翻译 原语言为中文 目标语言 英语 选择需要翻译的字段 保存进入下一步 发送数据 现在我们便获取到了正确的翻译结果 继续添加后面的步骤 选择飞出语文文档 我们执行更新表格的动作 第一步 我们选择正确的更新ID 这一步 是让程序知道 我们具体要更新哪一行数据 我们只需要更新英文这一列即可 我们把翻译结果填入 好了 这个流程便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写入多条数据 自动化流程会自动执行 现在切回文档 我们可以看到 英文已经自动翻译好了 你也可以在流程模板中 查看和使用系统推荐的流程模板 希望大家可以借助AI工具 大大的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我是格务时间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